先生,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你今天上春晚的心情還有籌備的過程嗎? 好,今年上春晚的心情是比較激動的,收到這個通知 當然隨之而來的就是壓力感,因為第一次一個人站在這樣的舞台上唱歌 而且當聽到這首歌的Diamond的時候呢,我會在想說自己可不可以勝任 因為這首歌確實有一些它的一些難度,而且它並非是一首普通意義上的流行歌啦 它應該更多的是有它的主題,還有它的感恩的情懷 而且也是需要我去用一些爆發力來撐住這個場面的 因為這首歌我感覺怎麼說是一首大歌,就是我一定要說能壓得住這首歌才OK 所以,但是後來還好啦,我覺得完成的還不錯吧 那馮小剛導演有跟你做什麼建議嗎? 這首歌其實它之前,我之前在做這個準備的時候 我們經歷了很多次的錄音修改,然後其中我錄兩版之後 馮導叫我聽了這兩版,然後跟我講了講這兩版的不一樣 然後跟我講他所需要的是我怎麼去改進 而且傳達了他覺得我應該去怎麼唱的一些一些觀念吧 最重要的是後來他告訴我說,其實我有時候不要想法太多 就是有的時候太多之後可能還不如你第一次錄的那個感覺好 所以他,我聽了之後我覺得應該放鬆心態 然後後來就是用了自己的一些處理方式,覺得還可以 那因為你跟馮導演蠻多次的接觸 那你可以知道一下你對他的感覺嗎? 就是他是作為導演,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的人? 嗯,我覺得他作為導演 我覺得他是一個生活中就是一個說話很幽默的人 就是經常把大家逗笑,然後當然自己是不笑的 就是特別有意思,然後老師說話比較直接,比較真實吧 可以舉個例嗎? 他可能說什麼笑話 記不太輕了,笑話 我記笑話一向都是自己講不出來那種,自己傻樂那種 那因為你之前就參加過春晚吧 那你就馮導跟之前的導演,你作風這些的話有什麼不一樣嗎? 嗯,之前呢我參加那兩屆春晚的時候是和另外的歌手一起合唱的 所以接觸之前的導演也是比較匆忙 當然這次在春晚上接觸馮導演就是那一次那個 突然把我叫到一邊說我歌曲的事情 然後就再也沒見過,所以 嗯,還,我覺得應該是 嗯,面對這樣的一個舞台或者這樣的一場網會的時候 嗯,不論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的導演吧 我覺得,嗯,都應該是一樣的那個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我感覺他們就是一個非常,怎麼說 嚴肅認真的樣子 所以我也作為一個後輩 然後覺得一定是虛心聽的領導 還有就是前輩們在聽他們說 所以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小心謹慎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對 那因為今年的春晚嘛,就是過去比較多那種老牌的歌手 就是唱歌,春晚唱歌都比較少見 嗯,然後這次反而有人說可能 就是馮嫂嫂帶了比較說跟他關係比較好的藝人進來 嗯,那我說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看這次的春晚藝人的安排呢? 嗯,我覺得好像每年都會有這樣的一些說法吧 就是說可能跟導演關係好啊,怎麼樣 這個,其實這個也可以理解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可能一切都是以晚會為中心吧 也就是說,嗯,只有是導演需要的 或者是包括導演組需要的 那他們才會用 那如果說是不好的,不可以的 一定也不可能去上這樣的舞台,對 那因為像這次余晨慶不是跟那個林明浩合作嗎? 嗯,就是你自己本身喜歡林明浩嗎? 喜歡啊,哈哈,哈林老師我也喜歡啊 那就是說,那你會有機會想跟林明浩合作嗎? 因為他現在在這次春晚受到非常多人的注目 嗯,對呀,我不敢想 因為我覺得,嗯,那麼多人關注 真的,嗯,不敢想 你剛有在後台看到他嗎? 嗯,還沒有 沒有機會是不是? 對,沒有機會 那我想給他拍照什麼啊? 嗯,我估計到時候 那個時候會被別人擠跑掉 那我想再問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接下來你不是要唱至少還有你嗎? 嗯,然後就是說 本來他們電視台這張台擺是要用零一零人唱 然後聽說是他們那邊好像有施加壓力 就是希望你來唱,就是你有聽過這個說法嗎? 我前兩天在新聞上看到一個 關於搶歌的一個新聞標題 但是我自己好像不知道我沒有去搶歌啊 所以你自己本身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知道我是已經錄完了這首歌了 已經很早就錄了一首這首電視劇的歌 但是至於他們是怎麼去宣傳的 然後我自己就不太知道了 好,謝謝你 好